我是个有钱的寡妇 二嫁后 入坠的相拱将自己全家都接了过来 霸占我的宅子 霸占我的家产 相拱还和自己的表妹勾结在一起 想图谋我的性命 可他们却不知道我第一任相拱是怎么死的 父亲临死前将我托付给江明 他拉着我的手老泪纵横 要我好好跟江明过日子 父亲丧一刚过 白帆还未撤近 江明便将他的母亲和弟妹们从乡下接了过来 说来陪伴江江丧父的我 我很感激他处处为我着想 这偌大的宅子没了父亲 确实太过空旷和冷清 父亲辞官后待折 我从京城回到了老宅 年幼时在老宅待过几年的我对这儿并不陌生 我的母亲也是在老宅过世的 老宅里有我儿时对母亲的所有回忆 如今我的父亲也死在了老宅 我没有别的亲人 只有江明了 在繁华的京城待久了 初回到这小镇我颇不习惯 除了呆在府里 就是初一十五区附近的林渊寺上乡 我就是在上乡途中认识了江明 那日天气炎热 轿子行至半途 被山上滚落的石头拦住去路 潮热的天气让我不得不走出轿乡 在印凉处歇凉透气 就在这时 草丛里突然钻出一条花蛇 朝我脚踝处咬了一口 我还没来得及反应 就有一青年过来迅速将蛇扔了出去 毫不避讳地掀起我的鞋袜为我处理伤口 小姐 物怪 此蛇有剧毒 若不及时处理恐有性命之忧 冒犯之处小生日后定会赔罪 处理完伤口 青年让教夫和下人赶紧送我下山去医馆医治 果然如他所说 大夫说 这若是没有及时清理伤口或是晚来片刻 就算保住性命 这条腿大抵也废了 后来我让人去寻这青年 却始终无果 伤好后 我又去了临渊寺 却不想又一次碰见那青年 他说他叫江明 是租住在寺庙的书生 江明说他当日无意冒犯 毁我清白他愿意自断其手 也不是非要断手啊 我急着出声打断 此话一出 我跟他都红了耳根 后来 我跟江明成了亲 他人很好 对我很照顾 他不嫌弃我是二嫁 也不介意跟我住在老宅里陪伴父亲 江明是庚子年考取的秀才 父亲很赏识他的才能 鼓励他继续攻读 还为他写好了举荐信 若他科考在下一城 便能入朝为官 不料 我跟江明成亲不过半载 父亲便病逝了 晚晚不用担心 你还有我 我的家人便是你的家人 江明握着我的手 满眼心疼 他说他父亲早逝 母亲一人拖着他们 兄妹三人很是辛苦 为了供他读书 弟弟妹妹小小年纪便开始了劳作 他们一家虽是乡下人没有多少见识 但为人质朴真诚 待人和善 他相信 我跟他家人一定会相处融洽 听他说起他家中的苦日子 我便忍不住落泪 快别说了 你即刻便着手安排 将他们接过来吧 对于他们的到来 我也是满心期待 江明动作很快 没几日 江母和江帝江妹便被接来了老宅 嫂子 这是黄花梨的吧 江帝府进大厅便两眼放光 不停用手抚摸厅里的桌椅 江妹眼里的线艳也遮挡不住 是了是了 上次马老爷家嫁女儿 我见过他家的衣箱 就是黄花梨木做的 一整个嫁妆就那衣箱最值钱 差点没被供起来 这一整个厅堂都是黄花梨木家具 嘖嘖嘖 得花多少钱呢 江母四十来岁的年纪 由于常年劳作 脸上已布满沟壑 不苟言笑的样子 看着有些吓人 她花白的头发用木簪挽起 身上青灰色的布衣 已洗得发白 听闻江帝江妹口中的话 江母不由地皱起眉头 这东西能吃还是能喝 就差没说出败家二字 我跟江明将江母请到上座 给她奉茶请安 江母神色肃穆 冷冷地将我打量一番 接过我手中的茶 虽然明歌入了你家的集 但那也是看你妇女二人人叮单薄 无人照顾 且她不嫌弃你是在家之父 这才担起这份责任 你要懂得感恩 要谨记你 生是我江家父 死是我江家魂 要恪守父道 以父为天 以江家人为先 如今 你无父无母 也没兄弟姐妹可依靠 日后必是指着江家人为你知冷 你放心 我江家不是那薄情寡义之辈 自会把你当一家人 你也要屏守你江家父的本分 这就是江明口中的好相处 江明见我眉头微皱 盲握着我的手 安抚我 示意我不必戒怀 娘 晚晚是官家小姐出身 知书史里自然懂这些 您大可放心 许是怕我计较 江明用恳切的眼神望着我 微微摇着头 我自是不会同她计较 她是江明的母亲 也是我的长辈 说我几句也是应该的 何况她说的也是事实 我确实算是一个孤女 空守着诺大的家业 若没一个男子在身旁打理 也是举步维艰 反正老宅很大 江家人来后也并不妨碍我什么 他们住西院 我跟江明住东院 这日 跟江母请完安后 她将我叫住了 这宅子一共也就我们五口正主儿 下人却二十多个 这样下人得花多少银子 我略微一愣 脱口而出 粗使婆子和门房跑腿阅历十八钱 内院押换阅历一两 贴身押换二两 管事三两 我一一抱着数 江帝江妹听得瞠目结舌 江母更是皱紧眉头 哪就那么金贵 需要这么多人伺候 留几个粗使洒扫的便是了 要我说 粗使的都不用留 又不是没手没脚 自己干不得活 八钱银子 抵得上 我们装上人家一年的收入了 我看我跟二鸭和石头留个使环丫头 你跟明哥留个使环丫头 再留个做饭洗衣服的婆子和个看门的 其余人都前走得了 这诺大的院子就留四个下人 我面露难色 母亲不必为钱发愁 支付下人的银子我还是有的 江母一下怒了 有银子也不是这样花法 以后 明根花钱的地方多着呢 还有石头娶媳妇 二鸭的嫁妆 不都得花钱 江帝江妹在一旁 听得直点头 面露心疼之色 好似从他们身上弯了肉 随你们便吧 我不想跟他们多争论 还有 你身边那个丫头 将拇指了指我的丫鬟蓝灵 吓得蓝灵身体一哆嗦 就一个哑巴 每月也领着二两银子 一副畏畏缩缩的样子 看着就让人心烦 她若留下来 每月只得五钱银子领 我转身拍了拍蓝灵的手 她竟满脸惊恐 难道她真以为我会刻扣她的阅历吗 回到房里我向江明诉苦 在京城时 谁家太太小姐们不是前呼后拥 在节俭之人也会有两三个贴身丫鬟伺候着 回老宅后 我们已经很低调了 我身边只留了一个蓝灵 蓝灵虽不能说话 可打小便伺候在我身边 若将她当初使婢子使唤 可不是在打我的脸吗 江明将我抱在怀中安慰 直言老太太过惯苦日子 也没见过大户人家是怎样过活的 猛地让她享清福 难免有些惶恐 行事说话若失了章法 做晚辈的要多担待 说来说去 就是老太太之前过得太苦了 一下子转变不过来 江明极尽温柔 抱着我好一番温存 也将我心中那丝怨气柔开驱散了 江母第二天就找了牙子来 牵了死气的就发卖 活气的就辞退 老宅里留下四五个下人 个个都怨声载道 整日里做不完的活 蓝灵一人做着几人的活 有时需要她倒杯茶 都找不到人 江明自告奋勇 做起蓝灵的活 给我揉肩按腿 沐浴更衣 梳妆打扮 一时间夫妻情趣增添了不少 我倒是很享受这闺房之乐 这件事不知怎么传到江母耳中 她将我二人叫去 对着我好意通发作 我江家挤备媳妇 还没人做出过这种不知廉耻的事 明根以后是什么人 是官家人 是体面人 若是让人知道她日日在家给女人描眉画眼端茶地水 江母说不下去了 咽了口唾沫 江美赶紧上前给她顺气 还不知道叫人怎么戳我老江家几两骨 我这是上辈子造了什么孽 让你这种晦气女人 进了我江家门哟 江母垂胸顿足 说着就要往地下躺 江明连忙跪下 拉者还在一旁站着发愣地 我一起跪下 娘请息怒 千错万错都是儿子的错 您千万别气坏了身体 要打药骂儿子甘愿受罚 你何错之有 江母狠力地用手一指 都是这个女人的错 我不过是遣散了几个奴仆 她便要这么搓磨我儿子 你若是看我老婆子不顺眼 你大可以来找我算账 不要欺到我儿子身上 说着就朝我扑过来 我赶紧朝旁边躲去 却不料江未在一旁堵住我去路 我被江母狠狠打了一巴掌 脸也被挠破了 我死死护住自己脸 生怕再被挠出血印子 江明此时也起身拦在我和江母中间 江母怕伤到江明只好作罢 对折我又是一通通骂 好不容易结束这场闹剧回到房里 我再也忍不住哭起来 我长这么大 还是第一次挨打 若是婆母这么不惜我 江明 不若我们何离吧 江明一下慌了神 赶紧给拘了个失手帕 轻轻为我擦拭脸上的泪迹和伤痕 你快别说傻话 若是没有你 我活着还有什么意思 和什么离 不如皈依佛门清灯古佛聊此残生的好 一想到他剃光头发的样子 我扑斥一下又笑出了声 江明见我笑了 暗暗松了口气 可是相公 这样下去也不是办法 不如我们另置宅子 让母亲和弟妹们搬出去住 这样大家不在同义屋檐下 也不会扯皮了 一想到江母 我又愁眉苦脸 放心 我会安排好的 江明握着我的手将我倾搂进怀里 我拿了银子出来 让江明去置办宅子 为了让江母高兴 我让江明以江母的名义去买 到时房器地器都交由她管理 都怪我 没本事还要用娘子的钱 你放心 我日后飞黄腾达定不会付娘子你 定会让你过上好日子 江明一边抗拒一边接过我的银票 我人都是你的 还说什么 你的我的 我害羞脸红地将头埋进江明怀里 江明极尽温柔 原本已为另置宅子 将江母安置过去 便可万事大吉 没想到江母竟将江明舅舅一家接了过来 我这辈子就这一个弟弟 年轻时刚丧夫 全靠我这个弟弟帮扶着才支撑起这个家 如今 明根有了出息 日子好过了 自然是不能忘记这个舅舅的 否则会遭雷劈的 江母又诉说了好一阵她一人托大三个孩子的苦日子 一旁的江明舅母拉着她的手 一口一个姐姐 跟着江母一起落泪 不知情地以为二人姑嫂感情多好 可江明曾告诉我 这个舅母最爱挑拨舅舅和她母亲的关系 她嫁过来后 舅舅已经很少跟她家来往了 只江母时时念着舅的好 得了什么好东西都往舅舅家送 就这样 还没少挨舅母白眼 如今约莫是觉得江明攀了高枝 江明舅母又舔着脸贴了上来 江母也完全不介怀 还要将江明舅舅一家接到新智的宅子住下 可是 那宅子是给母亲买的呀 我一时有些反应不过来这家人的操作 哟 明哥她娘一把屎一把尿把她拉扯大 如今娶了媳妇忘了娘 竟要把其娘往外推 这要让俺们村上人知道了 可不把明哥几两骨给戳烂 明哥媳妇 你瞧你嫁给明哥时也不是黄花闺女 是个死了男人的寡妇 说得不好听 比破鞋还会气 我大姐也没嫌弃过你 把你当正经媳妇对待 你却窜多着明哥将她老娘撵走 这还有天理吗 你就不怕遭报应吗 江明舅母抹了把脸上的泪水 对着我一阵数落 就差没一口唾沫向我吐来 江明舅母这些话又难听又伤人 我委屈得直掉嘞 江明一把将我护在了身后 冷冷对她舅母说道 说到底这都是我们江家自家的事 舅母的手未免伸得太长了些 我家晚晚还轮不到你一个外人来说道 表哥 我正欣慰于江明的挺身相护 一个软软糯糯温婉的声音在背后响起 表妹 江明抓着我的手不自觉松开了 呆呆地看着身后的少女 脸上表情难以言说 你 什么时候回来的 少女素衣粗裙 却难掩 她的天生丽质 娇俏可爱 她略怠害羞地看着江明 脸颊红润光洁 前几天回来的 师父发眼疾回了老家 需要江养一段时日 我便回来了 回来就好 回来就好 江明神色颇有些落寞 低头时眼眶还红了 既然姓回来了 就让她过来陪陪我 姓这一去两年 都快想到我命去了 江母看着姓表妹 脸上露出难得的温和慈爱之情 那是自然 江明舅母又贴了上去 姓最挂念的便是你这个姑母 从小就只有你最惯着她 几人叙叙叨叨 追忆了不少往事 期间江明和姓表妹也不时插一两句嘴 再加上江帝和江妹 还有江明舅舅和另两个表弟 一屋人就我显得格格不入 呆立在一旁 不过从几人谈话中 我大致也摸清了江明和姓表妹之间发生的事 二人青梅竹马长大 彼此情投意合 江母对这个侄女也十分喜欢 可江明舅母哪里看得上江明 觉得江明就算中了秀才也是穷秀才 家里还有两个脱油瓶 而姓表妹不止容貌秀丽 还心灵手巧 做得真指女工更是远近闻名 连当地最出名的秀娘都瞧上了她的手艺 要收她为徒 江明舅母自然高兴万分 让姓表妹跟着秀娘去了 要知道这秀娘去的都是大户人家作秀活 姓表妹跟着她 要是被哪位贵公子看上了 就算是作妾那也是飞上枝头了 听姓表妹的意思 还没等她飞上枝头变凤凰 那位秀娘便发了眼疾回乡下去了 那位秀娘我也认识 据我所知 她是去了京城给一个官员家做秀活了 至于为什么不带着姓表妹 就不得而知了 一家人闲话玩家常 姜母才转头冷冷对我说 就这么定了 既然那宅子是记我的名下 自然我说了算 如果我再反对 不定又要惹出姜明舅母 什么难听的话 再说 姜母也说得对 那宅子本就是买给她的 她愿意怎样就怎样 只是现在不止送不走她 还多了个姓表妹 着实让人气恼 回到房里 还不等我发作 将明辨温言 细语宽慰我 并再三发誓跟姓表妹 绝无私情 二人 早就断得一干二净 方才 我瞧你二人的样子 分明就是于情未了 我稚气地将头撇到一边 绝无此事 我如今心里眼里都只有娘子你 不信你摸摸 说着把我的手放在她温热宽厚的胸口上 又趁机把我拉入她怀中 躺在她怀里的我一时有些意乱情迷 不禁脱口问她 人都齐了吗 兰陵刚好进屋送茶水 惊得她手里的茶壶一下掉在地上 摔个稀碎 我抬眼看了她一眼 她扑通跪在地上 止不住地发抖 我满脸通红地推开姜明 杨怒 都怪你 没个正经 姜明宠溺地看了我一眼 还想来抓我的手 你刚才说什么人都齐了 我的意思是你家里还有别的亲人吗 就指你母亲这边的人 你父亲那边的人呢 原来你是担心这个呀 放心吧 以后不会再有人来打扰我们了 父亲去世后 那边的亲戚就跟我们断了往来 姜明语气冷舒 想来当初定是跟她父亲那边的亲戚闹得十分不愉快 我拍拍她的手 心绪却飘到了别的地方 姓表妹是个勤快人 因着府中没有几个下人 姓表妹经常忙前忙后张罗 把姜母的衣食住行安排得妥妥当当 姜母对她赞不绝口 不止一次当着我和姜明的面夸她 说娶妻就当娶姓表妹这种当家好手 妄夫妄家 谁娶了她都是不得了的福气 我在一旁姓姓喝着茶 姓表妹却走过来双手奉上龙凤城祥的红锦背面 表嫂 你与表哥大婚之时恰逢我在外地 姓没有什么拿得出手的东西 就这女工还勉强看得过去 还望表嫂不要嫌弃 这哪里是还看得过去 那红锦断面上绣着一大片富贵牡丹 中间缠绕着金丝龙凤 熠熠生辉 差点闪瞎我的眼 姜妹在一旁惊呼连连 天哪 娘啊 你快看 姓表姐这秀得也太好看了 就算容锦房的师傅都秀不了这么漂亮 几人对着姓表妹又是好一顿胯 那天晚上 盖着姓表妹送来的背面 姜明显地尤为兴奋 以至于第二天起床 我腰都快散架了 我轻轻打在姜明身上称怪道 都怪你 今日十五 我还要去林渊寺上香呢 姜明神色愧疚 握折我的手红了耳根 都怪我昨夜太过梦了 没伤着娘子你吧 娘子你也知道 秋为在即 我想抓紧时间攻读 让智义更加精进 争取能考的好名次 所以这段时间我想住在书房 没有太多时间陪在娘子身旁 一想到这个 昨晚难免失了克制 一听她要住在书房 我面露不渝 随即叹了口气 我俩来日方长 以后有的是时间 还是你学业要紧 万不可耽搁 不要有父我爹的在天之灵 一听到我提起父亲 姜明眼中金光一闪而过 小心翼翼询问道 岳父大人留下的举荐信娘子可收好了 夫君放心 那么重要的东西 我肯定保管得十分妥当 姜明过了乡市虽可入室 但终究出身太低 有些举人等十几年 才能碰到不入流的官位不缺 做不了几年官 年龄大了 又该治世了 想往上面晋升更是难上加难 一辈子能混到支线位置的 都是祖上烧高香 原本姜明在遇上我之前 能做到主部这样的职务 也是心满意足的 可遇上我就不同了 我爹在督察院任职多年 虽然官阶不高 人脉却很广 有了他的举荐信 姜明只要能中榜 再差也能混上一个县城 只要不出纰漏 升到支线是完全没有问题的 那之后 姜明果然搬去了书房 一个月也难得见他几面 我怕打扰他学习 很少主动去找他 那一晚气温骤降 我拿了棉被给姜明送去 那支去了书房 黑灯瞎火 他根本就不在里面 沿路寻去 寻到后院竹林旁的院落时 里面竟隐隐透出灯光 我眯了眯眼 心里一片清冷 轻轻抬脚跨进院门 厢房里传来细细的呻吟和喘息 姓 姓 是江明的声音 迷离 又兴奋 我冷冷听着屋内欢愉的声音 竟觉得有些可惜 脏了 不能再用了 二人激情过后相拥在一起 表哥 我们在这儿真的不会被他发现吗 放心 他从不会来这个院 我自是不想来 我在这个院子被关了五年 看见这院子我就觉得烦人 但不代表我不会来 表哥 我清清白白地身子给了你 你说过定不负我的 你放心 我绝不会委屈你 等我高中后 一定让你风风光光嫁给我 我很好奇江明要怎样让姓表妹风风光光嫁给他 是休了我还是让我死 表哥 你既不爱他 为何还留着他 他父母 已不在世 又无兄弟姊妹 姑母也不惜他 怎白白让他站着这宅子主母的身份 傻丫头 那封举荐信还在他手里 没有举荐信他日 我在官场会举步维艰 你又怎能做风风光光的官太太 里面又是稀稀索索一阵响动 姓 你身子真娇嫩 姓表妹一阵鹰体秒转 和他相比呢 表哥 你更喜谁 提他作甚 他怎能与你相提并论 残花败柳罢了 似是发泄心中欲气 江明喘息 越发急促 姓表妹交呼连连 一阵冷风刮过 吹得我脸上的表情更冷了 可我心里却透着一丝兴奋 我抱着那床棉被 去了祠堂 跪在我爹的灵位前 你看见了 这次不是我要动手 是他们自找的 江明大概是陷在了温柔乡 一连半月都没来找我 这日 他匆匆而来 又愧疚 又深情地将我揽入怀中 这几月来我一直最新研究质疑 冷落了娘子 心里万分愧疚 娘子你不会怪我吧 我不着痕迹地从江明怀中挣脱 笑着说 我自然分得轻轻重缓急 可考要紧 又怎么会怪相拱你 舅舅一家呆会要过来 可能是商议大强婚事 你准备一下 也过去听听 大强是舅舅的大儿子 今年十八了 高不成低不就 一直没说上亲事 好不容易被接到县城里 说什么都要找个城里姑娘 不知这是看上哪户姑娘了 关我什么事 你舅母不待见我 我可不去 我放下手中的绣活转身进到里间 江明想不到一向乖顺的 我会出言反对 一时有些正愣 很快 她就反应过来 跟上前小姨温柔 舅母怎么会不待见你 她只是不了解你罢了 你与她多接触一下 她并能知道你是多么温柔贤惠的女子 喜欢你都来不及 哪会不待见你 我家婉婉 本来就人见人爱 话音刚落 姓表妹端着一碗补药走了进来 二人相见 神色有些不自然 又极力在我面前掩饰着 表嫂 姑母让我告诉你 这要得趁热喝 姓表妹声音软糯 一副乖巧模样 有劳表妹每日都为我煎药 原本这些都是下人做的事 如今却落在了你身上 实在不行就让下人去做吧 我端过药放在一边 姜明面露观心 娘子 你病了 我笑道 哪里就病了 是母亲不知在哪里找的方子 说吃了能生儿子 我笑着 姜明和姓表妹脸上神色更不自然 表嫂 你趁热喝 我还有事 先走了 姓表妹脸上吃味的表情藏都藏不住 匆匆告辞 姜明见了 赶紧找理由离开 追了上去 估摸着要费力安抚一番了 下午 舅舅一家果然来了 还不等我过去 姜母就差人来叫我了 看来我还是重头戏 花厅里 一家人其乐融融 一家人整整齐齐 姜家人见了我 明显对我和气了很多 特别是姜明旧母 虽不说和颜悦色 道不似往日尖酸刻薄 她喜笑颜开对着姜母道 周家在西大街 还有家猪肉铺子和杂货店 不说多有钱吧 过日子还是可以的 那周家姑娘我也见过 长得白白净净 身体也壮实 一看就是好生养的 姜母也满意地笑了 我家大强儿本就是个有福气的 都能娶上城里姑娘了 只见姜明旧母 画风一转 面露难色 就是吧 这周家也放话 就指着一个宝贝女儿 嫁妆肯定不少给 但聘礼也不能太寒碜 此话一出 屋里顿时尽若寒蝉 姜母皱眉 她家要多少彩礼 姜明旧母伸手比了比 两百两 原本想借喝茶掩饰不安的姜母 差点将茶喷了出来 两百两 她家怎么不去抢 两百两不多了 我都打听了 城里姑娘出嫁彩礼 都是天在嫁妆礼 跟过来的 姜明旧母继续舔着脸笑道 我家的情况 大姐你也知道 哪里拿得出这笔钱 这不才来找你商量 看怎么办 书者眼神有意无意忘我这嫖 我假装没看见 继续喝我的茶 姜母能怎么办 她就能拿出两百两银子 明根媳妇 姜母终是将火引到了我这边 你是从京城回来的 见过世面 你看这件事怎么办 屋里人都将目光投过来 如毒蛇信子在我身上扫来扫去 娘子 大强是我亲表弟 从小跟我关系亲后 你一定要给他想想办法 姜明被身后的姓表妹扯了扯衣摆 也尚赶着来火上浇油 这 我能有什么办法 我心里冷笑 面上不显 不如请个媒婆去说和一下 能不能少收点彩礼 姜明旧母 冲我翻翻白眼 已经不能再少了 周家说了 他们原本是要五百两的 看我家大强是个过日子的人 才减低了彩礼钱 我笑道 那我就没办法了 哟 明根媳妇 你住这么大宅子 连两百两都没有 就算我们大强借得好了 等周家姑娘嫁过来 用她嫁妆补上就是 这还没过门 就打起人家姑娘嫁妆的主意了 舅母 你有所不知 之前为母亲制宅子就花了不少钱 原本是给母亲养老和石头娶媳妇用的 就让相公王好的挑 那宅子你们住得可还舒服 那可是花了一千两买的宅子 再说 我家二鸭和石头马上也要说亲了 这哪哪儿都是钱啊 二鸭的嫁妆 咱不能低了吧 这别人给五百两彩礼 咱不能给一百两的嫁妆吧 这不是叫婆家看清了吗 好吧 二鸭 咱们少要些彩礼 让她委屈些 可石头总不能低了去吧 大强找的姑娘都这么好 石头找的也不能差了去不是 你刚才也说了 这城里姑娘谁家不当宝 彩礼低了谁愿意嫁 原本在一旁嗑瓜子 看热闹的姜妹姜弟立时皱起了眉头 看着姜明舅舅一家人也没有刚才和善了 姜弟一想起她舅舅一家还住在原本属于她的宅子里 看舅舅一家就更不顺眼了 姜妹姜弟生怕舅舅一家再纠缠下去 我耳根子软答应了什么 赶紧敷衍了他们几句 将他们撵走了 姜明舅母离去前朝姓表妹不住的石眼色 然后同姜明舅他们嘀咕几句离去了 不知在商量什么 没过几天 就听说姜母这边跟姜明舅舅一家闹起来了 姜明舅舅表示 女方那边催得紧 不若先将新宅子卖了 得的钱一部分做彩礼 剩下的再买两个小点的宅子 反正两家的人口都不多 姜母如今跟着姜明住 就算以后姜弟娶妻生子 小宅子也足够了 他们一家 委屈点住 另一个小宅子就是 当初也是姜母接他们来城里的 如今可不能放着他们不管 这一次不止我笑了 连姜母也差点气笑了 姜弟更是气不打一处来 跑去新宅子大闹一场 姜明舅舅一家也过来闹着要姜母将宅子卖了 他们倒是知道找我闹没用 因为当初这宅子就是记在姜母名下 房器地器都在姜母手里 我一边在院里浇着花 一边听着西院那边传来的吵闹声和哭泣声 心情无比舒畅 不过 好戏还在后头呢 眼看姜母经不住姜明舅舅一家闹 要将新宅子卖了换作银子 姜弟终是气不过 跑去新宅那边要将姜明舅舅一家撵走 不过他人单是薄 一点便宜没捞着 反被他舅舅父子一顿好揍 姜弟鼻青脸肿地回来 躺床上气地不吃不喝 放话 如果姜母敢将新宅卖了 他就绝食而亡 我见时机差不多了 拿了两百两银票过去 这一家人哪能闹成这样 这两百两原本是二压的嫁妆 先拿去应急吧 这样闹下去让别人笑话 姜明估计这几天也被姓表妹闹得不行 见了这两百两跟见了救星一般 姜母先是松了口气 转而责怪其我 你若是早拿出银子 我两家置于闹成这样 姜妹则是怨恨地看着我 声音尖利地吼道 你扮什么好人 拿着我的嫁妆做面子 你可真会算 为了缓和两家的关系 姜母特地让姜弟备了些礼物给姜明舅舅家送去 并告诉他们银子 有了 空了过来取 哪知姜弟这一去就再也没回来 反倒是官差找上了门 说姜弟投毒 毒死了姜明舅舅一家 有邻居作证姜弟之前就去那边闹过几次 这次也是他亲自送了糕点去 衙门要姜弟过堂审讯 得知姜弟那日去了姜明舅舅家便再也没回来 官差料定是他畏罪潜逃了 姜母知道后 一口气没上来 绝了过去 姓表妹更是哭晕了好几回 姜明守在他身边寸步不离 一个月后 姜弟的尸体被发现在靠近码头的河里 估计是畏罪自杀了 哎 年轻人怎么这么冲动呢 我坐在姜母病床前 摇头叹气 姜母坐起来想打我 都怪你 是你这个桑门星 是你害死石头 是你害死我亲弟一家 你还有脸在这里说风凉话 我咧开嘴对着姜母笑了笑 估计是我笑得太难看 姜母居然吓得一机灵 刚刚还挣扎着要打我 如今却往后躲着 巴布得离我越远越好 姜妹神色憔悴地端着要进来了 无惊打采抱怨 也不知姓表姐去了哪里 这几天都没见她人影 哥也不在书房 嫂子 你知道他们去哪里了吗? 我笑了笑 他们可能私奔了 姜妹吃惊地望着我 你知道他们 嫂子 你在说什么 他们怎么会私奔? 有些话可不能乱说 这关系到一个女子的明洁 我掏出一封书信 他们真的私奔了 这是你哥留下的信 上面说得清清楚楚 而且他们还偷走了我的首饰盒和银票 我已经让管事报官了 姜妹不可置信地抢过信 可惜她不识字 姜明和姓表妹就这样消失了 几日后的一天清晨 姜母被发现吊死在屋檐上 人人都说一生要强的姜母受不了这连番打击 选择了自尽 遭遇这些变故 姜妹也变得疯疯癫癫 这天 老宅里突然来了贵客 是本地支县宋大人 说起宋大人 与我父亲曾经是同窗 只是他是共事出身 我父亲却是近视 官路自然比他好走 宋大人坐定后秉退他人 话不多说 从衣袖取出一封打开过的用火器封印的书信 我满心疑惑地接过信 看了看里面的内容 顿时大惊失色 心里掀起惊涛骇浪 我吻了吻心神看向宋大人 他十分淡定地喝了口茶 说道 这是你父亲生前交给我的 你放心 你父亲这个人执拗 我却是懂变通的 我勉强露出一个笑容 那就多谢宋大人 宋大人有何吩咐尽管说来听听 宋大人放下茶杯露出满意的笑容 我就喜欢聪明人 他顿了顿 我要你回京城 那日晚上 我去了祠堂 给父亲上了香 拿出那封信在父亲临位前点燃 我知道 你从来没信过我 可你也不该为了外人来害我呀 你真以为自己是什么了不得的清官吗 还做出这种大义灭亲的幼稚事 你不过就是一个识人不清的糊涂蛋罢了 对 我是答应过你 不再杀人 可你不是死了吗 人死如灯灭 而且你也不能从坟头爬出来 将我当疯子一样再关在后院五年了 那一年我十岁 亲手设计杀了那个女人 我以为瞒过了所有人 却瞒不过你的眼睛 你对我又惊又恐又恨 恨不能打死我 鞭子将我背上的肉抽得血肉模糊 我抱着你的腿哭着求你饶了我 我提起我母亲 提起我母亲的死 你停了手上的鞭子 颓然将我锁进后院 让我闭门思过 我乖觉听话 每日抄写经文和悔过书 不出两月 你还是不忍心 将我放了出来 没想到我又杀了那个女人的女儿 你勃然大怒 要将我处死 这次我没求饶 我恶狠狠地告诉你 当日就是表姐 是她故意跑去告诉了母亲 母亲才发现了你和小姨的奸情 她一时受不了打击 才上吊自尽的 你一脸不可置信 后退竖步 嘴里喃喃 你知道 原来你什么都记得 我当然记得 那年我五岁 我什么都记得 我什么都知道 我甚至是第一个发现母亲上吊的人 我记得她乌黑青子的脸 记得她垂下晃荡的脚尖 只是我躲了起来 我隐藏了自己 母亲她自己笨 笨到引狼入室 让自己寡居的亲妹妹带着一父子住进了我家 笨到发现自己最亲的人背叛自己却选择了自我了结 我不一样 谁得罪我我就要谁死 宁可我负别人绝不让别人负我 我装了五年的傻 放松了你们所有人的警惕 在我那假装贤惠的继母小姨身怀六甲的时候要了她的命 还有我那可爱的表姐 我能被你放出来 她没少求情吧 她想替她母亲报仇啊 你说得不错 杀人是条不归路 手上沾过血的人 是收不了手的 表姐她哪里杀过人 可我杀过 真的是一回生二回熟 这次我连陷阱都懒得做 一只云簪插进她脖子 温热地写刺了我一脸 让我感到前所未有的满足 你惊恐地听我诉说 听我大笑 直呼我是疯子 我是疯魔了 我内心住着一只疯狂而扭曲的野兽 一不注意就会出来咬人 我也控制不了她 你以为关了我五年 我改了我便好了 将我带去了京城 把我放在你眼皮子底下 你以为我就生不出事端了 那你别给我找夫婿啊 为什么你会觉得郑成是良人呢 她就是个渣子 她那一屋的阴阴艳艳吵得我头疼 原本他们不惹我 我也不想动手 毕竟天子脚下 纵然你身居官场怕也护不住我 可该死就死在那个小妾不知死活 竟然买通我身边的兰陵 偷拿了我的贴身之物 妄图构陷我与他人有染 我拔了兰陵的舌头 找了个由头将那小妾乱棍打死 我一个正经主母 打死一个小妾不是在正常不过的事 可郑成却不依不饶 他居然还想动手杀我 要替他的小妾讨回公道 公道 真是笑死我了 这天下哪有什么公道可言 公道便是谁负了我 谁就得死 郑成他这么爱他的小妾 那我就送他下去跟他团聚好了 我在他的马上坐了手脚想摔死他 可是他命大 只是摔断了腿 我又在他膏药里坐了手脚 让他的断腿腐烂坏死 让他痛不欲生 最后他双腿流着浓血死去 不过他的家人倒不傻 看出了端倪 非要报官 找出真相 我又哭着找到你 对天发誓我以后再也不做伤天害理的事了 求你看在已是母亲的面上帮我最后一次 你终是心软了 凭着植物之便将案子的关键证据给抹消了 怕我在生事端 你干脆辞官带着我从京城回到了老宅 回到老宅后 我也想消停的 是江明自己先来招惹我 他在我上乡的必经之路上放了毒蛇 他以为我不知道 大夫说本地极少出现这种蛇 而江明刚好是来自蛇药之乡 我本想找到他 让人砍了他的手 找了几次都没找到他人 我想算了的 可他自己又找上了门 我真的太想看看他葫芦里卖的什么药了 况且他有一副好皮囊 送上门的我为什么不要 大不了玩腻了就扔了 你却非认为江明勤奋好学 是当官的好苗子 还亲自给他写了举荐信 甚至临死前都还劝诫我跟他好好过日子 你还警告我 若对江明下手 让他有个三长两短 我的罪证便会被公之于众 责责责 不知道的还以为江明是你亲儿子呢 不过我也实在没想通 你人都不在了 还怎么揭发我的罪行呢 我不敢掉以轻心 你只说江明不能有三长两短 没有说他的家人不可以啊 还是你教会我的 斩草就要除根 你说你经手了那么多冤假错案 都是有人告上了公堂 重新开了卷宗审理 方使案件得以真相大白 使受害者沉冤得雪 那如果没有人告上公堂呢 没有人去发案呢 真相是不是就被掩藏了呢 江明把他的家人接了过来正合我意 一家人就要整整齐齐吗 江家果然没有什么好玩意 一来就想拿捏我 我还愁家里人多眼杂 以后动手会多有不便 江母却替我将下人辞退了 还有江明舅舅一家 什么阿猫阿狗都想跑来吸我的血 还妄想娶城里姑娘 也不掂量自己几斤几两 周家是我找来的人 催着他们出彩礼也是我的主意 那新宅子果然是个香伯伯 轻轻松松就让相亲相爱的两家人反目成仇 江帝送给他舅舅陪礼的那盒毒糕点是我偷偷放进去的 官兵来抓人时也是我去通风报信让江帝躲起来的 那天晚上也是我去给江帝送银子 趁他不注意将他推进河里的 处理完江帝就轮到江明 这倒让我有些忌惮 毕竟他有个三长两短 我的罪行就会被公之于众 所以我哪敢让他出事 我只是设计让他跟他心爱的姓表妹私奔而已 他俩就在我曾经被你关了五年的院子里双宿双飞呢 那屋子里间有个暗阁是我被关着时没事掏的 刚好可以放两个人惊不惊喜意不意外 我想想你的闸技里那些凶手都是怎么处理尸体的 啊对 我就是用的石灰 你看我也挺好学的 你从来就不夸奖我 至于江母 已是强弩之末 他不是爱给我喝药吗 我就让他喝个够好了 那要可是他自己找的方子 他身体越发虚弱可不怪我 不过要将他吊在屋檐下 还是破花了我不少功夫 所幸他院里就一个丫鬟 早早就被支开了 所以我的时间很充裕 至于江妹根本就是个惊不得适的 还不等我怎么吓唬他 他自己就疯了 哎 只是我千算万算还是其差一招 我怎么也不会算到你将我的罪行写在信里 交给了你的同窗宋大人 叮嘱他一旦江明出了事 便将这信打开 你真是又蠢又天真 我是你女儿啊 你怎么能帮着外人来害我呢 而且我说得不错 你就是识人不清 你以为宋大人是什么清正之流 他根本没有遵守约定 而是一早就打开了信封 拿到了我的罪证 你说你将这么大一个把柄受之愚人 是不是蠢得厉害 宋大人当然不会揭发我 他要我改头换脸 扮作他在老家守校多年 而当个出嫁的嫡女 嫁给京城的李大人 他前些年丁幽在家 起父时用了些非常手段 刚好牵扯进一桩摊墨案 这是说大也大说小也小 全看查案的人怎么断 这李大人刚好就是查此案的人 好在我在京城的时间并不长 嫁给郑城后也一直身居简出 除了郑家 京城里认识我的人并不多 宋大人让我不必多虑 说郑大人年前犯事已经被罢官 离开了京城 说起这李大人 同我道还有些渊源 听说他有个庶女 早年间嫁给了郑城的足弟 这足弟英年早逝后 庶女被接回了家 听说后来他还夺了嫡妹的姻缘 反正最后下场不太好 我还听说 这李大人先后克死了四个夫人 哎 这李家的水看来也不太清澈 我能去烫这浑水 还全拜你所赐 开春后 我坐上了去往京城的迎亲轿 兰陵和姜妹被我留在了老宅 不过没过多久 就传来老宅失火的消息 二人都没能逃出来 这宋大人也真是 既然我已经做了她的女儿 自然跟她一容俱容一损俱损 两个翻不起大浪的丫头 有何所拘 未免也太小心翼翼 马车驶上那条熟悉的官道 道路两旁的野花静香开放自已蔓延 天边云卷云输万千变化 轻烈地风吹起我的病发 我拢了拢微乱的发丝 京城 我回来了 等待着 os有此传一下 小野花静香 很多东西 我做到什么 我可以做到 的 我可以做到